古代的歌迹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 他们与犯罪之后 被寂寞入关的奴婢 与在稻田 屯田 与在吉田 屯田和矿山工厂 做工的官奴 与帝王宫廷 中央和地方官署 以及富贵之家使用的杂衣一样 都属于贱民 所以古代的歌迹没有独立的户口 他们的集是富属于宫廷 官署 军队或者主家的户籍之下的 他没有独立的户籍 宋代的刑法规定 奴婢贱人 利笔蓄产 主家可以将他们买卖 或者赠送他人 如果他们被放钱的话 必须处疾 必须据身谍 经官府批准除妇 如果户主要收他们为妾 还得经官府除妇 免贱之后方可 我们通常看到很多的戏曲 小说 和电影 电视作品 都讲到妓女重粮 这个妓女重粮它是要有手续的 首先就是说要有人花钱把它赎出来 这也需要一大笔银子 那赎出来这是第一个条件 另外还得到官府去办手续 这官府就是除籍 就是把你从仓籍里面除掉 从此以后你就是自由人 你就是自由人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 《白居易里长恒歌》里面 对于琵琶旅的描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了 因为琵琶旅已经有一个商人为他赎生了 然后又到官府里面给他去除籍了 琵琶旅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琵琶旅已经翻身得解放了 对不对 那李白居易 你因为写了岳府诗 你得罪了官府 得罪了权贵 被贬到九江去做诗嘛 你才是天涯能夺人的 你怎么把琵琶旅跟你扯在一块 说同是天涯能夺人呢 琵琶旅的命运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我们说琵琶旅 在人老猪黄的时候 地走从军 阿子死 老大驾坐 伤人妇 在人老猪黄的时候 还有如此好的一个结局 应该是很幸福了 他已经翻身得解放了 是吧 那你自己心里不好受 你还把人家和自己做一个不恰当的对比 说同是天涯能夺人 所以违背历史的真实 下面我们再回到这个妓女制度本身 就是说我国的封建社会 长期保留着奴隶社会的残余 歌级和其他的奴隶 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他们不必被迫参加生产劳动 可以算是有特殊记忆的高级奴婢 他们衣着华丽 出入歌舞宴席 试验官府 交接达官贵人 但是他们的身份仍然替属于悦籍 卑籍 仓籍 而且呢 这些人的命运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脱籍的话 那就叫世代为奴 即便是跟人家结了婚 你如果没有脱籍 也是世代为奴 没有脱籍的话 他就只能是跟那个一人结婚嘛 那跟一人结婚生的孩子仍然还是奴 这后来对他孩子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就是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 还是世世代代受歧视 这少受的歌迹 像北宋时候的李诗诗 崔念乐 南宋时候的唐安安这样的人 生活忧郁 甚至须有部分失产 很富有 相当于现在的 那些很富有的艺人 但是呢 多数的歌迹的生活都是非常不幸的 所以歌迹的身份 就他们的来源和替数关系来讲 大约有三种 一种是观迹 一种是家迹 一种是诗迹 刚才我们是就他们的职业来讲 一种是歌迹 一种是舞迹 一种是乐迹 现在就他们的来源和替数关系来讲 一是观迹 二是家迹 三是诗迹 观迹呢就是 包括这个教坊的歌迹 教坊啊就是中央的音乐机关 国家的音乐机关叫教坊 教坊的歌迹 还有军营中的歌迹 军营中的歌迹 我们看这个 那个高四的音歌行里面 有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障下游歌舞 那个歌舞的美人是什么呢 就是军营中的歌迹 还有了中央和地方官署的歌迹 中央很多的官署有歌迹 地方的各州各县 往往也有歌迹 因为它有很多的活动 它有很多的活动 比方说它要搞一个庆典 或者说它要搞一些横向的联系 它的上级领导要来调研 调研怎么办呢 用歌舞迹来招待他们 让他们听歌观舞 所以宋代的官迹 主要来自于诗迹 他们是民间诗迹当中的 色役俱佳者 由官府指派 或者显定 强令他们加于乐迹 来自于诗迹 宋代的官迹又称银迹 有人因此有误解 以为这个银字是军营的银 这个不对 军营当中固然是有歌迹 但是军营当中的歌迹不叫银迹 所谓银是月云 月云的银不是军营的云 云迹不是军营的官迹 也不是军营当中活动的仓计 月云的首领就叫月云将 所以这个要区别一下 唐宋时候的地方官府 每当有宾客 或者达官贵人过境 都在开宴会 都有歌舞表演 按官迹用歌舞来招待客人 这里面也有一个误会需要澄清 所以宋代有那么多的官迹 那些宋代的官员 是不是和这个官迹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呢 不是这样子的 宋代规定 如果官员他可以享受官迹的歌舞服务 可以看他们的舞 听他们的歌 但是不能要求他们提供任何性服务 如果官员和官迹之间有染的话 那就要受到弹劾 所以他有纪律的 在这样一种歌舞表演 顺往迎来的场合 官迹稍有不辱官府之一 往往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置 所以他们的人格是受不到尊重的 他们总是希望能够脱离官府 脱吉或者重粮 然而洛吉得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批准 里面苏氏的作品当中就记载了有两个歌迹要求脱吉 找苏氏去给他签字 苏氏很乐意地给他们签字 好 同意你们重粮 因为苏氏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很爽快地同意他重粮 脱吉了 这是关于官迹 这个官迹在下面是家迹 宋代的家迹之身可以和唐代相比 甚至有过字而无不及 我们说过宋代是一个享乐的时代 在梁府 也就是中书省和书密院 梁治 也就是汉林学士和知智高家里 各有歌迹 官之稍如意 往往真治不已 一般来讲 宋代的士大夫 只要是五品以上的就可以续迹 例如欧阳修家里就有妙林歌迹八九书 他自己说都有八九个 书氏家里也是有歌舞级素人 张言的祖父家里有名记数十倍 这都是歌舞艺人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了 广州市的文艺团体的改革的时候 他们要把所有的演出团体全部推向市场 我昨天就讲了这个话 我说怎么一个将近一千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还不如宋代的一个士大夫之家呢 一个士大夫都可以养一个歌舞团啊 为什么我们一千万人口的城市 连一个歌舞团都不肯养 都要把他们推向市场 使得他们一天到晚为了谋生 在那里苦苦地奔波 而不能很好地从事艺术的创作和表演 这根本就没有气度嘛 人家一个士大夫家里 就可以养一百多个歌舞艺人 你一千万人口的国家特大城市 号称全国第三 他还不能养一个歌舞团 我说你们还口口声声说是搞文化 搞文化是这样搞的吗 是吧 所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的 张远家里他的祖父 那是著名的抗金将领张俊 据回忆啊 说在他们家里这个歌舞表演 刚开始是紫衣队上场 紫衣队上场之后 然后是红衣队上场 红衣队上场 然后绿衣队上场 一队歌舞艺人 我们算他八个吗 这出场的就有三次了 二十四个人的 还有台前的工作人员呢 台后的工作人员呢 还有舞美呢 化妆呢 灯光呢 布景呢 诗仪呢 主持呢 还有配乐的呢 加起来不一百多人吗 一个家庭就一百多人 比我们现在广东歌舞坛的人员 有多得多 那就叫搞文化 那就叫搞艺术 你不让这些文艺工作者 专心地从事艺术创作 你把它推向市场 那他就是一天到晚 就想到怎么去谋生呢 是吧 所以这不行的 历史会证明 这种搞法是错误的 下面讲一下这个家计的 他们的主要来源 这些家计主要来自于贫苦人家 贫苦人家如果遭遇到破产 就往往卖女为奴 卖女为奴 还有一些歹徒 往往专门收养这些女子 交易歌舞 然后出卖 名为养兽嘛 家计呢 是主家的奢侈生活的一种装饰品 他们身作凌罗 生活叫其他的奴卑 要优厚 但仍然是奴隶 遭有不如意 便遭遇打骂凌辱 我们知道这个近代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呢 叫石虫 石虫家里就有很多歌迹 来了客人之后 就要歌迹敬酒 如果客人喝酒 喝得不如意 他就把歌迹就杀去 就拉出去砍头 那有一次 有些人就说 本来也不高兴 那天更加不高兴 石虫一口气 拿十多个歌迹 拉出去砍头 当然说明了石虫的残暴 但也说明歌迹有什么地位呢 一点地位都没有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石虫 石虫是市井当中的纪律 我们知道这一部分人 他们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 他们当中有以卖淫为主的 但是也有一些歌迹是以卖淫为主 兼而卖淫 比方说他如果他的生意不好 他的生计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他就卖淫 通常情况下 他能卖淫的时候 他干嘛要卖淫呢 是吧 石虫大多数是误入仓吉 有一段记载很有名的 就是孙启的百里志 这个百里 百里志专门记在歌迷 歌迹的生活的 他说 有些人自幼盖 就是自幼就是要饭的 还有人呢 是在夏礼平家做用人的 商有 不条字头 钱为渔猎 有些坏人呢 人犯者 钱为渔猎 一有良家子 为其家聘之 以转求后落 误陷其中 则无以自脱 都是误陷其中 出 教之歌令 而择之其父圣其 为蛇退代 则鞭脯被子 他们把这些人 通过种种非法的手段 把他弄到手之后 然后就教他歌舞 教他歌舞啊 十三岁左右 就开始要他们卖艺了 卖艺就要交钱 所以叫择之其父圣其 稍舍退代 则鞭脯被子 稍微表现的 这个 或者说动作慢了一点 或者是说 积极性不高 或者状态不好 就鞭脯被子 就是这些人的待遇 这些人的待遇 在宋代的重要的商业都市当中 比方说像歌楼 酒馆 平康租房 和瓦斯等处 都是司机们出没的地方 所谓真言脉笑 召歌目悬 摇荡心目 据说在王安市改革的那一段时间 有些酒馆 酒店为了招来生意 就把歌吕放在楼上表演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一些 我们现在看的一些歌舞场所 我们看的一些酒楼有人表演 我跟你讲 那都是古人做过来的 那就是为了招来生意 那么在这种场合的往往就是司机 另外呢 像朝廷御宴 官府公宴 夫妇宴乐 山灾学会 晋升同年会 相会等等 有时候也遭司机应成 因为这个有时候 这个司机啊 他虽然是在市井当中的 但是他名气很大 所以官府有时候 有宴会的时候 也要请他们 你看大家熟悉的 名造一时的李诗诗 他不就是一个司机吗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司机 连宋徽宗都要去光顾 你宋徽宗的宫廷里面 该有多少美女啊 该有多少官妓啊 但是他还要去司会李诗诗 是吧 这个深入昌妓的司机 不仅受制于昌家 还要受官府的管辖 还得供官府于使 所以官妓 家妓 司机 他们的位置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司机可以转而为官妓 如果司机名声很大 色役俱佳 那么就可能把它转为官妓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就是把你招到单位里面去 让你成为事业单位的人员 所以司机可以转为官妓 有的还可以转为家妓 由士大夫买到家里去 而官妓 家妓呢 也有可能再一次沉落为司机 司机是要靠自己来谋生的 而官妓呢 是官府发工资的 家妓呢 是由他的主家来养的 所以司机最为艰难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转换 他们都是贱民 侥幸的落吉从良的人 是极少数 所以我们再次要讲到 白居易的琵琶行 一个人老猪黄的人 居然能够嫁给一个厚道的商人 已经是很不错了 对吧 第二点呢就是 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歌迹和词人的关系 因为这些歌迹啊 从小就学歌习舞 又聪明美丽 有音乐的天赋和才能 你变成像陈凤仪 周嫂 秦超 颜蕊 乐园 这样的歌迹 在宋代都很有名 他们不仅能歌上舞 而且还吟诗作词 他不仅有音乐的才华 他还有文学的才华 他跟我们现在 艺术院校招的学生还不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 艺术院校招生啊 这个专业考试 那是肯定要考 一到文化考试 他就要降分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他们的文化考试 要降分呢 所以现在人说 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电视 不好看 电影不好看呢 因为那些人文化水平不高嘛 他高考的时候 他的文科考试 是降了分的 对不对 所以按照我们的观点 应该要重演 为什么他们的文化考试 一定要降分呢 所以就使得 你看现在的那些 那些电影 那些电视啊 就很差 很差的 这看不下去的 昨天晚上 我看了一个 美国拍的一个片子 就是拍 托尔斯泰晚年的 叫《最后一战》 很久没看电影 一看成了 真是你的佩服 你的佩服人家拍的电影 那才真是叫电影 然后你再回头 看我们国内拍的那些电影 那些乱七八糟的 叫什么电影呢 关键是数字问题 人文数字不高 有人说人文数字不高 就源于他们高考的时候 参加文科考试的时候 要降分 是吧 所以现在有些大学同学 有些同学说 他们那些学艺术的 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才去学艺术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那古代的歌迹不是这样子 古代的歌迹不仅能歌上舞 而且会吟诗作词 所以宋代的词人 对歌迹多取欣赏